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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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幫助職場女生 找到職場方向的一個社群 到底有什麼產業 然後每個職場到底在幹什麼 完全一無所知 為什麼學校不教呢 就覺得學校都沒有教這些 我們要進入職場該要會的事情 我們覺得可以把女生這個議題講得更好 以及在那時候看市場上 比較多在講職場相關的一些主流的媒體 比較多還是以男生為主 男生的視角為主 所以就覺得 那我們應該要用我們的優勢 focus在女生上 去紐約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創業風氣很盛 然後那時候紐約的 不管是老師或是整個社會氛圍 都給我一種 他們叫做 can do spirit 就是你做什麼都可以做的意思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你只要做了就有可能 可以成功 在紐約的時候也有加入一些新創公司實習 以前小時候會覺得當老闆啊 創業是一個太遠太遠的事情了 我大學的時候念的是政大二文系嘛 然後就是跟一般的文族生一樣 出社會就非常各種迷惘 到底有什麼產業 然後每個職政到底在幹什麼 完全一無所知 為什麼學校不教呢 還問還問鏡頭 就覺得學校都沒有教這些 我們要進入職場該要會的事情 或是至少讓我們知道 所以就覺得很希望有一個地方 這個平台是可以讓 迷惘的年輕人 就像我那時候很迷惘的時候 有這些資訊可以幫助我更快的做出 更適合我的選擇 女生其實很單純 那時候我跟我的另外兩個 共同創辦人都是女生 然後要開始做的時候就覺得 我們題目不要一次想的太大 因為做太大 我們的資源不管是時間或是錢 都沒這麼多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一個 Niche Market先做起來 那時候覺得我們三個人共同點都是女生 所以我們覺得可以把女生那個議題講得更好 以及在那時候看市場上 比較多在講職場相關的一些主流的媒體 比較多還是以男生為主 男生的視角為主 所以就覺得 那我們應該要用我們的優勢 來去把一個Niche Market做起來 所以才覺得Focus在女生上 其實我們比如說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覺得職場不是一個人的戰鬥 一群人一起走一定可以走得更踏實 我們的工作坊其實是帶領大家做職牙探索 因為其實我們在學生時代很少做這件事情 就我們對於職牙自己以後要做什麼 其實真的是沒有太多的了解 這個工作坊一整天其實帶領大家先探索自己在工作裡面 到底想要追求什麼樣的價值觀 你要薪水多嗎 還是你想要有成就感嗎 還是你覺得這個title很重要嗎 那釐清說自己過去有什麼樣子的累積跟優勢 那將來我想要變成什麼樣子的人 那透過一系列的引導 讓大家更知道自己在工作裡面在追求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上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那唯有我們自己一直調整自己的狀態 然後看到更多未知的世界 然後也讓自己越來越強大 我覺得我們才有辦法keep through自己 我覺得創業就是一個照妖精 它就是會照出放大出我們自己所有的優勢 但也會同時看到我們自己非常非常多的不足 因為在路上所有的決定都是自己決定的 所以你會意識到自己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你每下一個決定都是你價值觀的展現 然後已經在也沒有人告訴你怎麼樣做才對才好了 只有你自己可以去做這個判斷的時候 經歷過這樣的梳理 就覺得自己又再成長了一點 然後又再更認識了自己一點 然後也會覺得未來的路又再更清晰了一點 中午了就是要有一點想性感 所以就讓禮拜一氣勢的度過吧 不給你們 其實是有比較多元的身份嘛 就我從大學開始有跳舞 然後所以那時候是跳街舞 到紐約之後就剛好 跟一些蠻好的朋友在拍片 因為有蠻好的朋友在念一些電影啊 念一些藝術相關的 所以大學的時期就碰蠻多這種 不管是就藝術表演 表演藝術相關的東西 然後來到紐約之後 其實很多課餘的時間 就也是有去跳舞啊 在這幾年斜槓這個東西出現之前 大部分的人還是會覺得 你應該要把一件事專心做好 你看律師多麼的專業 醫生多麼的專業 老師多麼的專業 你應該要做好一個做好一個 你的專業就好 但是我從小就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其實我從小就會覺得 我怎麼對每件事都有興趣 我自己其實真的蠻困擾的 但後來其實是我到大學 開始接觸跳舞 我好像完蛋了 我又喜歡跳舞了 怎麼辦 發現這件事情我做起來真的好開心 我就繼續做下去 繼續做下去 做到現在就十幾年了 就教課也教十年了 才會發現說其實 不是一定要只選一件事情做 街舞是比較做自己的 比較沒有框架的 我們以前練舞是在路邊的耶 就是不太像正統芭蕾那種 好好的租個教室啊 有冷氣然後鏡子然後這樣子練 我們的舞團或是我自己後來也 把捷舞跟現代舞有做一點融合 然後所以就 它有時候就會變成一個 你也不知道它會變成什麼樣子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統稱它為freestyle 所以這其實也是我的生活 生活風格就是freestyle這樣 你也會變成什麼樣子的 你也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也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也很不喜歡斜槓的一個概念 是很多人會覺得 我什麼都做一點這樣 但我覺得不是什麼都做一點是斜槓 是你真的把一件事情做好之後 這件事情會延伸帶你 理出其他的東西 那些是你自己的延伸 而不是你為了要成為斜槓 那樣去多學這些事情 生活跟成功沒有一定的樣貌 也沒有一定的定義 而是你自己到底要什麼 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結果我發現其實很多學員 來到我們這裡 那個迷惘的狀態其實是 自己想做的事跟社會是有衝突的 因為它從小可能被教育的是說 我一定要賺多少錢 或是我要當了一個 怎麼樣很重要的職位 才叫做成功 但是那個成功的樣貌 真的是每個人想要追求的嗎 其實真的不一定 那那個東西 其實大家多多少少心裡都知道 那個答案其實都在很深很深的心裡 然後只是被很多東西 蓋起來了 希望幫助大家 把外面這些 其實不屬於自己的聲音 把它撥開來 撥開來之後 你就會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什麼 那當你知道你自己 那個動力跟核心的價值 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人就會發光 我現在做的動力就是來自於 真的看到大家的改變 不管是透過內容 podcast還是這種一對一 很多學員就會主動告訴我們說 經過我們的工作坊 或是一對一之後 他真的去思考自己要什麼 好好的思考他下一步要換什麼樣的工作 真的去準備 那也順利找到下一個工作了 或者是說 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再下班可以好好的去發展 那像這種就是大家都會慢慢找到說 自己的定位跟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種時候他們告訴我們他們的改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天啊 我對這個社會好像真的有一點貢獻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的工作也更有意義 領導 我覺得永遠都是領導一個理念 一個為什麼 而不是做事情的方法 我覺得當你告訴這個夥伴 你在為什麼而戰 然後你的目的是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身為領導者 我們不需要去管他們怎麼做這件事情 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 其實重點是他認同你的理念 並且為了同一個目標努力 當我們都認同這件事情重要 而且我們都想要花effort給他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會被推動了 你根本不用去管他那個表格裡面有什麼 你只要把那個目標溝通得夠清楚 有邏輯的人 他就會自己知道要怎麼往那個地方去 就我覺得不是說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往前站 才叫做成功 而是你如果你是一個策略型的人 你是財務型的人 你是組織型的人 甚至很多人是組織型的 他在一個組織裡面 有完整的SOP 他感覺到很安全 但是他可以把這些所有的細節都處理得很好 這其實也是一種很棒的能力 因為每一間公司不是只需要Superstar 因為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向前衝向前衝的人 公司亂七八糟 所以一定要有各種不同角色的人 那我就希望大家更認識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然後把自己的優勢發光到最大 那我覺得那就是會對 不管是組織公司還是整個社會 只要更認識自己 這個社會就會變得更好 岔路上立著一個路標 一邊寫著勝利 一邊寫著成就感 我們必須選一邊走 我們會選擇哪一邊 選擇勝利之路 目標就是要贏 當我們衝上終點線 會體驗到競爭的刺激 大家會為我們加油 然後就結束了 選擇成就感之路 旅程將是漫長的 有時我們必須格外留心腳步 有時我們可以停下欣賞美景 我們一直前進 我們繼續前進 路途上人們會加入我們的旅程